张化县32岁已有精神障碍女子阿荣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因为三子有轻度智障 他会打儿子 日前被邻居通报有听到孩子惨叫声 阿荣保证不会再打孩子 他却涉嫌较缩10岁的长女教训弟弟 有时用剪刀割 有时踢他 把他眼睛都踢伤 张化县议员张雪如接获通报后 紧急通知社会居安市四名小孩 张雪如表示 去年10月就已接获邻居通报阿荣会打小孩 曾前往关心 发现他精神状况不稳定 假状线也有问题 报酬研究突出 难以控制自己情绪 他独自带着十岁张女 八岁次女 六岁三子 二岁次女 家里凌乱不堪 不仅有臭味 连泡面都有老鼠咬过痕迹 剩菜上面有小绯纹 孩子盖的被子 也丧臭 甚至还有大便 因阿荣不愿就医 只能列入关怀 个案并通报社会处 但张雪如说 阿荣保证他不会再打孩子 但最近就读幼儿园的六岁儿子 被发现全身是伤 张雪如会同警方和社会处人员前往了解 竟从长女和次女口中得知 如果弟弟不乖时 妈妈会叫他们打弟弟 因阿荣怕再被发现他自己动手 转而叫女儿教训弟弟 二女儿也曾被他用狗恋乐 关厕所一整夜 女儿不敢违背母亲命令 若弟弟不乖 姐姐就长过弟弟 甚至以剪刀划弟弟手臂 只因弟弟没洗奶瓶 社会处目前已安置四名小孩 但阿荣仍拒绝就医 已有精神障碍女子 阿荣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不仅自己虐待孩子 还叫做女儿打伤六岁儿子 让儿子全身是伤 让人看了不忍 图张雪如提供分享 已有精神障碍女子 阿荣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桌上发黑的圣菜上面 还有角飞纹 图张雪如提供分享 已有精神障碍女子 阿荣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四个孩子睡得床脏屋不堪 图张雪如提供分享 已有精神障碍女子 阿荣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 一家衣服乱堆放 环境卫生很差 图张雪如提